是吗 你这样认为 卡多尔先生您在这儿啊 是啊 刚才亚克博物馆来电话 问您的作品整理得怎么样啊 多亏了这位小姐已经弄好了 您可以让他们下午过来去 你怎么 对不起啊 您就是卡多尔大师 我刚才不该对您的衣服 指手画脚的 真的对不起我 我不用 不用道歉 你的建议对我非常有用 我希望能听到对我作品 赞美之词以外的真实评价 我喜欢你的真诚 请问您的名字是 我叫周阿玉 是Odette小姐推荐我来工作的 是我介绍她来的 Odette 你推荐的这位阿玉小姐非常好 很难得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刚才的几分钟里 她给我的建议都很有意义 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工作 那那那 我我我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时装设计 我跟您工作会耽误您事的 我还是打扫那个就可以 不不不不不 你什么都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卡多尔先生 您是认真的吗 我一向都是认真的 难道她真的能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 你可以去看看 阿玉小姐虽然没有一双时装设计师的手 但她很有才华 只要给她机会 我相信她的意见一定能给我的设计 带来惊人的变化 好吧 现在您的决定倒真是让我很惊讶 过于彪心立意 过于自我陶醉 为设计而设计 这是每个设计师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问题 其实已经脱离了时装设计的初衷 阿玉的建议非常有用 她会带给我不同文化背景下 对时装设计的新的理解 好吧 夫人 您好 怎么回事 大师的设计这么便宜的价格 怎么没有人买呢 老外真不识货 阿玉 卡多尔的设计可是最天才的设计 你这么一改 会不会没人要了 正因为是天才设计 所以你必须用相应的高档布料 才能做出它的感觉来 咱们现在做的一个一般布料 根本就不行 照着访的话 只能是不伦不类不高不低 我就稍微改了一点 调整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怎么样 很便宜的 是啊是啊 五十法了 好 看这点好看吗 五十六十 你看张大琪呀 熟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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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这里我想 需要再简单地装饰一下 好 手上 再给他加一枚戒指 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戒指 好的 这个 发布会的时候 发型应该是长发 好的 长发 这件好像有点问题 你觉得呢 对 请转一圈 好的 阿宇 在 来 好像少了些什么 你去给我 给我拿一些丝巾过来好吗 丝巾 好的 好的 快去吧 试一下 还缺了一点水 卡杜尔先生 怎么样 这些 你来吧 你选丝巾来给他们搭配 我 对 用你的想法来给他们试试 好吧 来吧 来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 不不不 让他做完 嗯 这儿还有呢 继续 请 好 都完成了吗 我可以说实话吗 当然可以 说吧 不要丝巾更好 是的 没错 不应该用丝巾 真的 真的 根本不需要丝巾 你做得很好 我很欣赏你的判断 好了 下班吧 大家今天辛苦了 今天晚上我请所有的人 去银塔餐厅吃饭 好好就这么说定了 太好了 看看这件裙子吧 还是不错 来 试一下 好 再来啊 便宜点 再便宜点 不行不行 这件是吗 谢谢 这是谁的功劳呀 姐姐 是我们家阿宇的 还是卡杜尔的呀 我全明白了 大师的东西也是可以改的 你说那女的怎么穿得下呀 我觉得她男朋友肯定看出来了 其实她穿那件真的很难看 好难看呀 管她的呢 管她好不好看呢 慢点 慢点 到家了 来 放上来 等一下 抬一下 抬一下 来 慢点啊 我早就和你说过 不管是谁 只要赚紧 只要赚紧 她一定要先付钱 这万事不付钱 你竟然能开工 你是企业 你不是慈善机构 你知道 那钱白白投入了 一分钱都不挣 还要承担设备折旧 你 你让我怎么交代 来 尟管事 你出来 没事 尟管事 出来 李队长 来了 好啊 好啊 大帅 骑摩托车的人见过不少了 没见过像李队长技术这么好的 你也不怕我一失手 把你撞成一堆烂肉啊 你把我撞死了 我倒省钱了 李队长 有话好好说 你干吗这样呢 嫂子 你别怕 我跟周总开玩笑呢 李队长 姚丽请吧 赵什么赵 还有心思照你那猪头 你也不好好想想 欠了这么多钱怎么还呢 好久没刮胡子了 越看越像个逃犯了 你要真成逃犯我倒省心了 现在可好 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 过得什么日子 就怕讨债的上门 来 媳妇 我欠人家钱不假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认这账 不能逃 你干什么 谁家出病啊 怎么在咱家门口啊 诸位乡亲啊 我求求你们 你们有话好好说呀 别在我家门口这样哭 好不好啊 周婉事快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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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还钱 哭三年 不还钱 哭三年 撤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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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各位乡亲们哪 你们要打要骂都可以 不要再这么唱了 打人骂人犯法 我们不想犯法 李队长 我求求你了 不要让他们再唱了 不要 不要让他们再唱了 你不想听了是不是 那好呀 拿钱来 还我们钱 钱 我一定会尽早还你 你 你这句话说了多长时间了 啊 早点是哪天啊 那 那七八天 不行 时间太长了 那三四天 那三天还是四天啊 你说准喽 那李队长你说 几天就几天 看来周总早就心里有数了啊 三天 第三天头上 我到警场去拿钱 和 和 三天 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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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 你早这么说 还用我这么费劲吗 起来吧 我是跪 我欠的钱 没办法还我 该跪呀 我不是跪你们 我跪我周万孙欠钱 罪过 好好好 咱们走 好 好了 我不说了 你也别生气 去叫你爸吃饭 好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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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旧疯子 你受了事啊 你 我还不想死 哥咱走 何干什么 周老板来了 齐老师来一瓶酒 好嘞 还在这儿喝 我给你拿点咸菜下酒吧 不了 回家喝 周老板 有喜事啊 喜事 来 大喜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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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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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心思喝酒啊你 你跟人说还钱的日子快到了 你拿什么还 你放心 你放一百个心 我一定能还人家的 满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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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咱赶紧回温州去 把那场子重新弄起来 把账还了 你看在这儿一天到晚 武刀弄枪又哭又唱 都把人吓死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 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 来到陕北不分身 这晚顺势不会回去的 我就知道 我跟你说那些话都是耳旁风 油言不尽 媳妇 记油言有什么好处啊 油言不尽 贼是原汁原味 其次 媳妇 啊 啊 和起来 啊 真准时啊 你这么早来等我 我不准时也得准时啊 准时好啊 我喜欢准时的人 咱俩一个脾气 你看 我把那庄前袋子也带来了 兄弟啊 对不起 我今天还是没有钱 让你带回去 周万事儿 那话可是你说的 三天以后让我到这儿那拿钱 我是说过这话 可是那是因为你叫了一大帮子的 到我们家门口 又哭又唱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姓周子 您是个男人吗 您要是个男人 就应该说话算数 钱债还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我真没钱哪 黎队长你再等等 等我出了油 我一定会还给你钱的 不行 我今天就要 你这是脚底抠钱 我没有啊 你 麦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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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命啊 麦狗 你脱在那儿滚 你脱在那儿滚 心中的 有种的你别跑 黎队长 你看看这口棺材 来 李队长 我周万顺千人钱 从来不敢抵赖 你今天要杀我 我就让你杀了 我想不出办法来了 那你要是觉得动不了手 我周万顺今天这条命 就是你给的 我谢谢你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欠你的每一分钱 我一定都会还给你 你看怎么样 走 爸爸 bara 卫帅 卫帅 你怎么了 爸 卫帅 把滚倒了 卫帅 把你折罚了 妆你把什么扛过来 老爸 怎么样 病人身体太虚弱 需要住院 快 先去办住院手续 交费去了 好 请问这件事是什么 这个是多少钱 大概两千吧 大夫 咱能商量一下吗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办这手续 让我爸先住去 然后我回去取钱 再给医院送过来 这怕不行吗 帮帮帮行吗 去 多多追 你帮帮帮 帮帮帮 帮帮帮 帮帮帮帮 去 一千八百五 黎叔 这是上下的 干嘛 你把住院你时常没有钱不起 不要不要不要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黎叔了 谢什么 那换车你能不管 你把这个人啊就是太要强了 那换二十年以前 我那一刀肯定下去 黎叔就说七话了 别说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黎叔的倒影下不去 我们都知道你是山岳人的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 你爸他真不是个赖账的人 是我逼得他就很吗 是我们全家都对不起黎叔 淡帅 你醒了 我 我怎么到医院来了 你晕倒了 李队长他们用摩托车 把你给送过来的 李队长 哪个李队长 李月静呢 他在哪呢 刚走了 卖稿送他去了 你的住院押金 也是他给垫上的 药快没了 我得找护士去啊 在我床的药 妈 你爸醒了 给他拿药呢 好了 走吧 这人呢 你爸呢 麻烦你一下 这个人呢 人刚走咧 都走咧一会儿咧 去哪儿了 那不知道 不对啊 手套帽子大衣都不在啊 爸 别走 你干吗去 那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让我躺在那儿 没病也躺住病来了 医生说让你住院 有没有病我自己不知道嘛 没病你怎么被晕倒了呀 哎呀 媳妇儿 你看 你看 我哪儿有病啊 那儿还打针 住院干什么呢 回去回去咱回去 岳飞 你 儿子 怎么办 咱们爷儿俩三个跑 谁跟你闹啊 那从小就跑嘛是吧 你要能跑赢我 我回去住院 来啊 开始 岳飞 是 麦狗 不敢了吧 去 听爸的话 把住院费 要回来 我们回家 麦狗 你别管我了 哎 哎哎 干什么干什么 我好得很 要差 差差差差差你妈去 爸 饭块好了吧 我爸爸叫起来啊 算了 让他睡吧 他身子也累 心也累 好好让他歇着吧 睡去吧 醒了再让他吃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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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顺 你总算醒了 我还以为你这么一睡 就醒不来了呢 死 燕王爷知道 我的钱还没赚够呢 他老人家不会收我的 你两顿饭没吃了 我给你拿饭去 给 多吃点 吃完了接着睡 这回啊 可能好好歇歇的 媳妇 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还知道有个媳妇啊 我怎么觉着 那石油才是你媳妇呢 石油我不能算媳妇 也就算个小秘呗 顶多就是个二房 二房能顶什么用啊 投放银花才是我周万顺的郑公娘娘 米拉米斯拉多拉来多 江生儿来呀在银花的房子上 多云转情了 多云转情了 你干嘛去 散散心 喝昆 Noki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交给我 卡托尔先生 我真的不行 赛马中的冠军都是跑出来的 不是养出来的 你懂吗 你不是 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可是我对时装 真的一窍不通 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我是凭我的感觉 我乱说的 我真的不懂 灵感对艺术而言最重要 是艺术之魂 是艺术活下去的心 没有灵感 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爱迪生说过 成功是九十九分汗水 加一分灵感 而灵感最重要 他胜过了九十九分汗水 打开你的想象力 大胆地把你内心释放出来 这就是你的灵感 朱碧琳先生 靠眼小丑成了大艺术家 人们问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他说人必须要有自信 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我相信你 好 我试试 谢谢 天哪 看看吧 累了吧 休息会儿吧 一劲都没有迈出去 这是值得的 您可以这么决定 不过我不能 这怎么 打扰了 凯德尔先生 您找我 是的 我找你来 是要送给你一个惊喜 从今天开始 你正式地成为这里的 一名设计师 在这所巴黎时装界 人人向往的设计师里 你已经拥有了 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祝贺你 你很幸运 您是说 我现在是这儿的设计师 对 是的 法国是个崇尚自由平等的国家 只要你有才华 坚持奋斗 一切都有可能 你知道伊夫圣罗朗吗 现在是大师的那个家伙 知道 伊夫圣罗朗没有学历 没有经过正规的时装设计教育 他当年被招入行的时候 也一样什么都不懂 只是一个到车间里做工的学徒 可是 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很简单 你只要把你大脑中 想象到最美丽的时装 拿笔画出来 就可以了 我甚至连画画我都不会 我 我 我 相信我 这就更简单了 我的助手奥黛特 她可以执笔 帮你绘制设计草图 只要你把你想象中的时装 告诉她就可以了 好了 跟我来吧 来吧 跟我来 来 以后你就要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工作了 来 好 这面墙上有关设计的图册和资料 你可以随意看 然后 当你想到了什么的时候 只需要用这些笔 尽情地释放你的灵感和才华 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独立的设计师 祝你好运 看 这 我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就什么都别说 你今天得到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自己 我没帮你什么 至少我这么认为 不管怎么样 我很高兴 不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 不 我不是你朋友 永远不是 在工作中我们是对手 在她心中也是 雷扬 雷扬 你别跟我说 你不知道她的感情 这很明显 我想你误会了 我有丈夫 我很爱我的丈夫 雷扬 有很优秀的女朋友 究竟是我误会了 还是你装糊涂 咱们走着瞧 如果你真是一个天才 谁也拦不住你 如果事实证明你不是 那你要小心 早晚会被人挤掉 像我一样 我长官 我那个天才 一样 你别闹了 我 不 我 我 无事 来 进来看看吧 进来看看 来 进来看看 小姐看看这件外套 阿羽 你怎么来了 你不应该上班吗 这也挂这儿 你再不去可就迟到了啊 你放心吧 这有我呢 你一个人辛苦了 等咱们 以后生意越来越好 等你当了著名的设计师 我们就一起卖你设计的时装 到时候我们就不在这儿摆摊了 快走吧 我一个人没问题 走吧 走吧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阿羽 怎么 阿羽怎么没到 我不知道啊 她平时总是第一个到的 我给她打了电话 没人接 怎么样 阿羽有没有新的创意 她很努力 昨天加班到很晚 具体的 我也不知道 是她的创意太超前了 让你理解不了 还是你们刚刚开始配合 还没找到默契的感觉 我想都不是 恕我直言 她没有这个能力 她根本就没有你说的什么才华 或者灵感 我认为她顶多是一道菜的调味盐 不是这道菜的主料 收起来吧 阿羽 卡顿先生 我迟到了 阿羽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 我看看 对不起 卡顿先生 我让您失望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 阿羽 你还是做我的助手吧 做卡顿先生的助手 也是一种荣誉 是的 我 我非常荣幸 但是 我想明白了 我最擅长和最喜欢的 不是设计漂亮的服装 而是把这些漂亮的服装 挑出来 把它卖出去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 我只能把你放到销售部去了 好了 开始吧 好 好 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我都觉得舒服多了 你或许不是个时装设计的天才 但雷昂说 你是不会干于平庸的 小姐 你能不能不要总提雷昂 好的好的好的 你知道吗 我也舒服多了 请你喝咖啡 不 我请你 我请你好多次了 你每次都拒绝我 从来没有把我真正当朋友 好的 这次答应你 请 谢谢 真想让雷昂见鬼去 其实我觉得雷昂是个很好的人 你别这么说他 他每天都是阿宇这个阿宇那个 阿宇天强阿宇多浪漫 是 我找阿宇做男朋友好了 感冒飞过 情有情也 感冒飞过 打动你 感冒飞过 阿宇